宋代詩人舒氏曾寫下這樣一句詩 橫看成嶺測成風 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是廬山真面目 只原生在此山中 這一首駕馭戶曉 人人耳熟能詳的千古名詩 提西林璧 是舒氏前往江西的廬山 飽覽奇絕之後的有感之作 而在台灣 也有一個讓人不是真面目的廬山 天災的因素 長期以來已逐漸淡出大眾的視野 這次我們打算從埔里出發 經過台14線 一路深入這個多災之地 廬山 既然是不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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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are we fighting for? What are we fighting for? 'Cause this is not our war Well, I sold across the seas Now down on my knees Lightin' for your kingdom Lightin' for your kingdom What are we fighting for? What are we fighting for? What are we fighting for? 'Cause this is not our war 各位朋友早安 我們今天人來到了這個埔里 我們現在在清廷山莊 因為我們來帶這個越野團 然後我們想說順便去廬山拍個影片 因為上一次我去到那邊的時候 我覺得那邊的地形 山啊,然後整個景啊 完全變得物是人非 等一下沿著台子市上去 我們好好的沿途 來記錄一下廬山這個地方 每次去那邊我都覺得有點沉重 所以這次我們調整好我們的心態 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廬山 那我們這次騎的車輛呢 野人1號 因為這次我們跟這個 七星山莊的老闆目前有合作 野人秘境領道探索 大家如果以後啊來埔里 想要來探索領道 不用直接買一台車 這邊呢有租車 後面這些全部都是 我們今天騎的是1號 然後呢有到10號 所以等一下呢 這就是我們的座駕啦 旅程從埔里開始 剛好這幾天在埔里的野人秘境領道探索 帶觀眾進入領道玩土 如果之後也想要一起試試領道的朋友 我會把報名資訊貼在下方的資訊欄 有興趣可以報名體驗 而之前為了野人秘境的領道體驗活動 我們在探路的時候 不經意的經過廬山 當下我發現廬山的樣貌 和我幾年前跟小胖哥他們到訪時的景象 又變得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那次在探完路了之後 就想說有機會 要花一點時間來記錄一下 所以這次在結束了林道的行程之後 我們今天準備上山 去拜訪這一個 對我來說有一點神秘的地方 沿著熟悉的台14線 經過人質關 騎了大概40分鐘 我們在物色7停了下來 簡單的在旁邊的小吃店吃了一點東西 接著就繼續出發了 來到台14線與台14甲的入口 這裡也是目前車輛進出廬山 為二出入口的其中一條 另一條則是之前曾經去過一日遊的合作產業道路 而今天算是比較特別啦 最近OFFROAD 騎的真的有一點多 所以今天選擇 直接從台14線進入 悠哉的慢慢騎乘 而台14線在經過了霧射之後 風景會變得更加開闊 同時右手邊也會出現高地落差很大 你很難不去注意到它的溪谷 而在溪谷的最底部 日夜流淌的溪流 塔羅灣溪 塔羅灣溪是台灣最長河流 濁水溪的上游 長度超過15公里 同時 因為塔羅灣溪流經的區域 沿線的地質狀況 說真的蠻慘的 所以從台14線上 往塔羅灣溪看去 不仔細看 基本上你看不出來這裡有河流經過啦 整片流域超過3 4分 都是滿滿的沙石堆 濁水溪的上游嘛 果然沒有讓我們失望 而在看到了塔羅灣溪之後 我們來到了距離霧社大約3公里處的 春陽部落 在春陽部落最讓我印象深刻的 就是道路兩邊 假道歡迎我們的櫻花 這裡在日治時期 有著櫻色的稱號 剛好來的季節是櫻花開的時候 雖說不是真的很茂盛 但是這萬綠從中一點紅 還是讓我覺得特別的新奇啦 而如果你來到春陽 有機會的話 可以從台14線 右轉 下切西谷 前半段的路況可能會比較 比較刺激一點 但是相信我 景色 真的無敵啊 離開台14線之後 運動相機的畫面看起來可能還好 但是這裡的坡度 三個字來形容 真的抖 建議前往的朋友 一擋慢慢下去就好 尤其是路途中有一兩段崩壁 目前是沒有鋪裝到路的 加上剛好又在法甲灣中 還是要注意騎乘啦 經過下切的山路 我們也來到了塔羅灣西畔 迎接我們的是這座 德魯灣橋 目前我們看到的這座 紅色拱橋 算是德魯灣新橋 舊橋已經在2007年 完全被上游沖刷下來的土石掩埋了 目前在新橋上游約100公尺的溪床裡面 而這座新橋 次之9000萬打造 在2009年正式啟用 當時橋面距離溪床大概還有17公尺 當天在我們經過的時候 以小弟不負責任目測 目前可能離溪床只剩下不到8公尺吧 岸邊也還有挖土機 正在努力清理溪床上的沙石 而經過這座拱橋之後 我們來到了對岸的台地聚落 這裡有著文明俠爾的春陽溫泉 有叫櫻溫泉 下次有機會 再好好來介紹這個泡起來很舒服的春陽溫泉 畢竟今天的主角還是廬山啊 離開春陽部落 我們回到台14線上 從春陽開始 你就可以慢慢的感受到塔羅灣溪 為什麼會夾帶這麼大量的沙石 這一趟前往的時間 前一兩個禮拜 都是像今天一樣的好天氣 不過即使這樣 邊坡上還是偶爾會有落石掉下來 如果是騎乘公路 往廬山的朋友們 千千萬萬 一定要隨時保持警覺 而這一段有落石的路段 距離雲龍橋非常近 上一次來到雲龍橋 因為空拍機的電池GG了 那時候飛得很不盡興 所以這一次又特地停在這邊 再重新飛一次 就只有要出發 就要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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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幾次之後 在這裡騎乘的過程中 對我來說 過了雲龍橋 我們也等於離開了 鷹舍純陽 正式進入了 盧山這一片地區 而講到盧山 首先要提到的 就是母安山 在我去了這趟之後 跟朋友聊天的過程中 我發現大家好像 對於盧山這個地方 都是覺得 這裡應該是有一座山 而那座山的名字 就叫盧山 不過實際在這裡的山 其實是一座海拔高度 大約1400公尺的 母安山 盧山 是當年蔣宗正來到這裡之後 發現這裡的地形 地貌 自然環境 與江西的那個盧山 非常的相近 所以才取名為盧山 然後還在這裡設立了行館 所以啦 盧山的山 不是盧山 而是母安山 過了雲龍橋之後 台14線圍繞在 母安山的半山腰 這裡你可以發現 在左手邊 母安山的山壁上 很多原本已經做好編布的工程 甚至是水泥加固的擋土牆 不知道是因為經過時間的洗禮 還是什麼原因 山壁上的水泥 大部分都變得很斑駁了 甚至有一些 已經開始大片的剝落了 景象 也開始讓人觸目驚心 而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 則是和母安山脆弱的山體有關 現在我們行經的這一段 台14線 從Google地圖上來看 地處母安山的南面 同時也是盧山溫泉區的北面 所以這一大片地區 也被稱作盧山北坡 可以說造成盧山溫泉區 如今慘況的眾多原因中 其中一個就是這個盧山北坡 總而言之盧山北坡 目前有著山體深層滑動的問題 瞬間雨量過大的話 山體可能就會像剛剛的新聞畫面一樣 整片滑落下來 恰恰 經過雲龍橋、沿著北坡 我們騎了大概五分鐘 終於來到了 庫山溫泉區 離開台14縣 入口處廬山溫泉四個大字 在太陽的照耀下依舊金光閃閃 不過再往下騎 映入眼簾的景象 還是讓人不慎唏 讓廬山溫泉區變成如今末日景象的原因真的很多 除了剛剛提到的廬山北坡有山體滑動的情形 在921大地震前後一連串的天災 其實就預告了這片地區的災難 從1994年起的道格颱風 敏都立颱風 辛勒克颱風 莫拉克颱風等 再到最近一次 2023年的卡努颱風 這中間不計其數的颱風 每一次都對廬山造成了極大的災害 台灣的地理位置 颱風侵襲 是很常見的天然現象 颱風伴隨著大量充沛的水氣 形成了瞬間降下的好大雨 造成山體崩塌 甚至是走山 接著汇聚成洪水 同時夾帶了大量的泥沙 灌滿每一條河川 溪流 沖走淤積 帶來新循環 這原本就是大自然的自我修復 但是當我們停而走險 在吐司流的必經之地落腳謀生 災難 往往一觸即發 現在我知道我需要你 為山下的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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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帶著力 這只是一部分 你的日常規範 為山下的地理位置 為我做得那麼好 既然經過了那個什麼 風災之後 然後他們現在其實也清了蠻長一段時間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們在這個河床上又搭出了一條新的便橋 鋼橋 那下面有鋪水泥啊 水泥的話就可以直接到西床 從這個我們 拍子是現在一進來呢 其實你就可以看到 頭床上面的那個房子呢 底下都已經被淹沒沖掉了 那高度至少我覺得可能有兩三層樓 超過三層樓 那這個停車場是讓我覺得最恐怖的 因為它下面那個已經被沖掉了 他們搭了兩根這個鐵柱鐵架來支撐 上面有怪手可能是要把這個停車場給他拆掉 在制高點稍微看一下西床目前整體的工程狀況 最讓我覺得恐怖的就是這個廬山公有立體停車場 現在只剩下三到四根兩柱支撐 原本在這個停車場的下方還有幾棟溫泉旅墊 不過歷經最近幾次的風災之後 倒的倒被沖走的被沖走 如今只剩下工程團隊還在這裡努力的復原 所以上次我來到這邊的時候 就是因為這個景象 讓我覺得特別的感傷 現在我們繼續往下找 四人褲就是這樣騎一塊二雷車 對啊 來這裡騎頭喔 來這裡泡溫床 來這裡泡溫床喔 不錯 現在人比較少喔 現在比較少 沒有以前那麼多人 對啊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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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老街停好車之後 我們隨即往吊橋走 作為廬山其中一個知名的地標 廬山吊橋完工距今已經將近50年了 算是見證了廬山溫泉的興起與衰落 吊橋連接了興舊溫泉區 長度約50公尺 上次來到這裡 印象很深刻的是 吊橋下方是水泥溅的河堤 還是有點深度的 而這一次 整個溪床 則是已經墊高到快跟吊橋一樣高了 在大自然的絕對力量前 我們渺小且無助 你只能與它共存 然後停天命 從這個吊橋口旁邊走下來呢 這裡就是元氣養生館 然後另外後面這個是松田 那可以看到這個石頭堆 已經堆滿了全部 這個吊橋的這個石階啦 以前應該我記得好像是河堤還是什麼之類的 然後旁邊有長樹啊什麼 我現在全部沒有 直接全部變殺死場 規模非常的大 有點恐怖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個三角形的形狀 這個就是一樓的屋頂 所以我現在呢已經比一樓高 甚至呢我是接近二樓的狀態 上次來啊那個吊橋其實離這個溪谷呢 是有一點深度還蠻深的 雖然說上一次來的時候 它已經第一次被颱風吹殘過了 已經有被墊高了 但是它其實還是有一點高度的 但是這一次再來到這邊呢 西床又被墊得更高了 它這邊啊其實之前就有很多什麼泡溫泉的 因為前面有那個爐山溫泉 溫泉頭就在前面而已 那可以看到這裡面呢這些 這邊就一個這個床板 然後裡面呢已經被滿滿的砂石全部覆蓋住了 這邊這個扛棒啊應該就是從上面掉下來被吹斷了 然後那個呢這邊應該原本應該是有一根電線桿的 那時候水來啊我覺得應該是有沿到這邊啦 中文字幕——YK 我们来到了庐山新温泉区 来到老街上 目前在这边可以看到仍然持续营业的几间店家 不过几乎都没有游客了 目前这里 算是小喵两三只的状态啦 那这个季节来到这边呢 其实我觉得蛮刚好的 为什么 第一个天气非常的舒适 虽然是冬天了 但是太阳非常的温暖 第二点呢 是这个季节刚好是我们这个櫻花开的季节 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什么 山櫻花 这应该是山櫻花 其实我们刚才从台湿市线 从经过了物色之后 往右切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路上路边看到非常多的山櫻花 在樱花开的季节到访 与庐山温泉区的景象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老街上一点声音都没有 连我站在这么空旷的地方讲话 都觉得我自己很大声 在这里稍微晃了一下 我们最后决定往温泉头前进 往温泉头的方向也代表着我们往上游前进 在这边我同时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目前在庐山上游的情况 今天我们的路线是从蒲里出发 经过春阳来到庐山 如果你觉得庐山很深山的话 那就大错特错了 在庐山的上游还有精英村 沿着道路行驶 甚至还有一条可以接往静观部落的道路 不过这个就之后我们有空再前往了 这部影片我比较想要提到的是 在庐山上游出的这座吊桥 情人吊桥 南岛路山百平的刷片 又开始有点燥啊 真正轎站在水里面 水岛桂流在顶档海 叫民兵献让大水沖海去 我们的情人桥 本来卡鲁风灾之前是一二十公尺 那后来卡鲁风灾来是剩下两公尺 然后这两天的一个冲刷就整个灭底了 去年8月底到9月初之间 中台海葵成为了4年来 第一个登陆台湾本岛的台风 充沛的雨量也造成塔罗湾溪水暴涨 位于庐山部落这座情人吊桥 在溪水暴涨的情况下 溪床一口气抬升了12公尺 最终还是躲不过被冲毁的命运 而风灾过后 目前庐山温泉区的上游 从残存的吊桥桥体 巨大的漂流木 被掩埋了超过一半高度的树木 还是看得出来 近期有溪水暴涨的痕迹啦 与下游的相比 大概只差在这里少了被冲毁的建筑物 惨烈的程度可以说是一样的 回到庐山温泉头 走在巨石的下方 左手边是老旧的扶手 以及不知道几条连接到温泉饭店的温泉管道 这条温泉头的步道 其实到现在还可以走这么一段距离 竟然没有被冲毁 也算是蛮让我意外还有惊喜的啦 我在这步道里面感觉来到了小琉球 什么什么洞的 眼壁全部都是石头 然后路非常小条 在步道底部我们下切西床 巧遇了观众在这里享受野西温泉 这一段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则是原本在U型谷的这几间建筑物 这里在这次风灾以前 应该是没有办法走到的 塔罗湾西在这里硬生生拐了个180度的大弯 在他的侵蚀作用下 原本脚下是有着落差超过4到5层楼的高度 算蛮深的峡谷啦 不过这次风灾之后 可以看到整个峡谷已经被杀实 完整的填平了 当然这几栋建筑物现在已经没有人居住了 但是从空拍画面上来看 里面的东西还是完整保留着的 物是人非 这句成语形容的 大概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景象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离开温泉头我们往回走 时间来到接近傍晚5点 虽然是没有几间温泉汇馆营业 但是老街上的排水管道 也开始冒出热腾腾的蒸汽 我们现在走到温泉头 然后要往回走到我们停车的地方了 不到半天的时间而已吧 但是我觉得庐山这个地方呢真的非常的可惜 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现在变成了这个非常有末日感 看到其实呢有点心疼 我们有机会呢再过来 因为现在来这边的人基本上也非常的少 开的商家呢也非常的少 因为后来那个政府啊 就是因为这边地质比较脆弱 有可能编波会整个滑落 所以后来有把一些住户把居民 他们安置回埔里 好像有弄一个什么里 专门来收治这些庐山的居民 最后回到吊桥 我们来到了樱花麻糬 在这里跟这一位 我都叫他樱花阿伯的阿伯 买麻糬 上次我买过我们就很好吃啊 对啊 大家如果下次有来的话 一定要来买 樱花麻糬 今天来看哪有灾害啊 对啊今天想说来看一下 之前就有来过一次了啦 现在这边看的店好像也不多 比较少了 比较少以前都 这零星几个还会来泡温泉这样 来过的人还会来 嗯 没有来 以后就没有这个地方 哦 啊平常都会开吗 还是今天是刚好 没有我没有下去买东西 都有 哦都有开好 老人家嘛 不会啦 对啊 我觉得很好吃啊 买完麻糬 我们也准备离开这一个 让人感伤的地方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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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各位 我们今天这个庐山半自由呢 就在这边结束了 我们又回到了这个出口处 那虽然前几年我有来过 但是这一次再来 我觉得心情特别的复杂啦 看到这个满目闯蚁的样子 那可以看到 目前我身后这个工程呢 还在持续中 虽然这边可能已经 真的不太适合居住了啦 那没关系 我们还是等工程 做完了之后呢 我们有机会再过来看看 我们很常骑车旅游 不过这次来到庐山温泉区 大概是我们游的最沉重的一次 目光所及之处 没有一处不是在提醒你 这里发生了很严重的天然灾害 每隔几年来一次 你都会觉得 这里真的是我之前来过的那个地方吗 而每来一次 就只有惊讶 还有陌生 这两种感觉 所以说真的 前往现场 你应该会觉得心情蛮沉重的 而这种沉重的心情 会从刚抵达这里 一路持续到要离开的时候 所以这一天在当下要离开 心情反而会变得有点低落啦 虽然影片里面的我说 在庐山的工程结束之后 有机会再去看看 但目前庐山的结局 还在人们选择到底是离去 还是留下的挣扎中所困扰着 就算这一次 真的是我们最后一次前往了 但我想 庐山温泉的繁荣 应该早就都生存在你我的心中了吧 ismic guitar In a strange land With blood on my hands I'm the purge of letting go What are we fighting for What are we fighting for This is not our war Well our sorrow must cease Now down on my knees Langin' for a young little love What are we fighting for What are we fighting for What are we fighting for Cause this is not our war What are we fighting for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看完這部影片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不要忘了在影片下方 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 我是魯特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Bye